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安水 今天這一局是亞洲電子經濟公開賽的 第一天的比賽 其實整個賽制有點憨啦我覺得 雙方加好友然後有一賽打三場比誰的排名比較前面這樣 那這邊我只展示BOW3裡面的其中一場 也就是我有拿到最好成績的一場 對那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我第一天是有順利的晉級啦 不過其實有點過於驚險 那這邊其實我想了蠻久的 然後最後是選擇拖起啦 其實賈拉克瑟斯現在還是還蠻強的 因為其實就如果你打得對的話惡魔可以無限成長 然後這裡我的對手是這個勾牙 我對手選到勾牙沒有錯 所以其實 其實一開始我這邊還有就是把一開始大家 那個到底就是買了什麼牌 就是旁邊有顯示買了什麼牌稍微記錄一下 不過我後來覺得就是因為那賽不是我一般會做的事情 所以感覺其實不大需要那樣子做啦 然後因為由於賽制的關係 所以就是其實我只要比他玩死就好了 這整個比賽我只要比另外一家玩死就好 然後其他其實都無所謂 我這邊主要就是在看那個 每一家到底拿了什麼東西 然後把它記錄下來 因為很有可能插一兩滴血就會影響一點點名字之類的 這其實不是一個很好的兩星雨店 不過其實我是覺得就還可以接受 至少還有一個Token 這就是常規操作 買一個Token賣掉 然後再買一個兩星 這邊兩星我選擇買魚啦 因為這個老蝦眼其實如果其他人有魚的話 也會有不錯的表現 然後我們現在這邊有一個魚跟一個野獸 所以也有一些三組的可能性 這一組應該是沒有龍啦 所以只有可能兩組 這邊很幸運的平手 所以平手機率我記得是蠻低的 我們是30%左右而已 我在想到底11強不強 可是說實在 無論11強或是不強大概都是這樣打 這邊可以看到我的對手其實已經 硬潘三星了 其實我覺得他硬潘三星 可能 就是他會沒有想像中那麼強 因為拿到勾牙其實 裡面應該算是蠻大的 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很懷疑硬潘三星的強度 這邊我對手是 火爆流 火爆流很猛 這邊其實我有點考慮在要不要抓這個 惡魔嘲諷的呸 不過我覺得因為 因為由於比賽性質 所以我其實沒有要打第一 我只是要想辦法 玩點死 那因為現在前期 很多人都可能可以突然狐牌 所以我這邊其實 後來仔細想一想之後 我是覺得 先把我的嘲諷 把我的嘲諷的魔Buff起來 然後不抓這個play 相對來說比較穩健打法 因為其實有一個55在前期 一般來說是 還蠻妥當的 那這邊其實也有一個 三組的那個 動物園管理機器人 可以考慮 不過這邊 我是覺得 應該不要冰比較好啦 應該有蠻多三星都 都會不錯 而且現在還不大確定到底要玩什麼 其實我是蠻想要玩魚的 所以如果有一些好的三星魚的話 是很可以考慮的 這邊有一隻鸚鵡來拜訪我們 然後我這邊其實有三個死生 所以 我這邊選擇拿 那個魚人培啦 因為一樣就是我 我很想要玩魚人 然後用英雄可以拿到一張 還行的四星卡 這是一個八塊錢的鋼鐵師尊嘛 所以算是一個蠻早的鋼鐵師尊 然後基本上還是想要鸚鵡觸發炸彈 所以把 死生擺到第一位 他其實那個炸彈丟的蠻好的啦 不過至少他沒有丟到我的鷹鵡或炸彈 有拿到我想要拿的魚 這邊一般都是升級嘛 然後壓能力 所以這邊其實我還蠻想拿這一隻的 我其實還蠻想拿這個海盜的 然後我想辦法轉海盜 不過 如果你們清楚海盜的話 會知道 你需要不只一個霍格爾船長才能轉海盜 所以 我雖然有被誘惑 可是我沒有動搖 呵呵呵 轉海盜還是太難了 好的 鸚鵡被炸掉了 在這裡應該是輸了吧 對啊 可是沒有坦 一樣沒有坦太多傷害 所以這邊其實是一個 一個有點關鍵的狀況 因為 可以看到我們 並沒有任何流派可言 所以我可以硬玩魚 可是如果要玩魚的話 我需要升五星 我在想到的話要升五星 而且我現在打了最後一名 所以 現在可能是我唯一可以升五星的狀況 這陣子我就升五星了 然後拿到一個甩棍 然後有一個魚的三合一 所以這邊其實還蠻幸運 我們至少有 中一個我們唯一一張三合一 所以 基本上遊戲到這邊 才開始有救起來 撐到下輪我就會搶很多 所以我們這邊唯一要 想辦法 預防的事情就是 現在被這個時光龍打死 然後它是三個野獸 那三個野獸 然後 我其實不大確定要怎麼敗比較好 我猜應該也是這樣子敗吧 就是因為如果它有很少的話 我們就送它螢幕之類的 那的確有一個羅頭蛇 我記得我到這邊還蠻 很 如釋重負的 因為我記得沒有很高的機率會死掉 呵呵 之類的 可是它真的打我很痛 它那時候真的打我很痛 它那時候真的打我很痛 好了 這邊做一個三合一 然後這邊我們打死翼 所以我在想要不要為死翼 特別做些事 所以打死翼最好的應該是鬼母 因為鬼母生出來的東西 也一樣會被死翼加到攻 所以這邊又有一張鬼母來了 然後血量很低 所以戰鬥大師也很好 戰鬥大師打死翼通常也會有奇效 所以我這邊發現一件事情 結果我好像可以轉惡魔 有兩張鬼母的加持 而且版面上 我還沒看到版面上有那個惡魔 不過其實剛那一轉 也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惡魔 惡魔東西 然後這邊遇到我們的比賽對手 Yuzu 他是不是在玩機械還是什麼 我也忘記了 來玩機械沒有錯喔 那在玩機械其實 鬼母還是可以破盾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破聖盾 所以我覺得是還可以啦 只是我東西可能會不夠大 所以這邊 喔這邊我沒有拿毒 因為其實那一般來說 毒打機械沒有到太好 因為機械通常是血量比較低一點 然後飛刀手打機械其實不錯喔 這邊我在想到 我要不要下 下其中一隻來上飛刀手 可是後來就想說算了 不下飛刀手 這邊我應該是上 馬尼加尼斯 然後留飛刀手在手上 我剛還有在想到 把甩棍給 換掉 因為就把甩棍換飛刀手 甩棍換飛刀手 感覺就怪怪的 對 我覺得甩棍通常都有一點機會可以做事 然後想不到他還真的有 男爵 然後剛好把他男爵給甩掉 那邊語言剛好死掉 不過就 因為其實我們也這樣才清得出鴿子 鬼母萬歲 對 所以他聖盾都剛好被打光了 所以這邊鬼母可以給他造成 巨幅的傷害 然後我就 他撞得很好所以 少彈5滴 不然他其實會 只剩兩滴血 差一點 所以一樣這邊我還是生存模式 因為我知道他的血量也很低了 所以其實我只要活得比他久就好 所以我只要想辦法活下來就好 我覺得這不是很好配 可是這樣還可以上毒 所以有點難講 然後稍微buff一下魚人 只是他有很少的機率還蠻低的 這其實算是一個蠻大的風險 我覺得 兩隊來說還蠻大 我在想要不要把毒魚往後擺 因為其實毒魚往後擺的話 比較容易碰到他金字塔加很多血的東西 所以這一樣甩棍還是做了蠻多事的 所以這一樣甩棍還是做了蠻多事的 他其實有可能把兩個彈直接打開 讓他少掉兩個巴巴 不過這邊我們很幸運的找到鬼父啦 所以 就完全沒問題 鬼父加上兩個那個馬加尼斯 就是有點OP 完全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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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他拿到金那個 不知道什麼 金卡卡 金卡卡 他拿到金卡卡應該要 他已經被打下去了 所以我就截圖了 所以我這邊就很放鬆亂玩 他拿到金卡卡其實應該要 應該要直接卡通 可是他可能沒有閃到通 這邊我好像升級了吧 我記得我這邊好像升級 我不想想那麼多 找鬼母跟那個 不然加尼斯三合一 我剛剛那邊有銅鬚加上惡魔BUFF 不過 就還要清兩格出來 感覺有點困難 我忘記他是不是有之怒呢 假的 所以我把毒往後白一點 來處理他之怒 還有跟他之怒 這邊其實二分之一把飛刀手打掉 我一樣就是甩棍有死掉 所以我們 鬼母這邊有鴿子 成戰 五五小鬼 VS11小鬼 誰會贏 所以這邊基本上我們是 不會數的 兩個鬼母也太強了 哈哈哈哈 兩個鬼母的奇蹟 檢視 我們拿到金鬼母 打恐龍 想辦法給我們的余聖盾 其實也可以拿T讓號 因為我們這邊打的是 打的是死亡之一 我有在想辦法拿T讓號 沒有拿到聖盾 就是我覺得拿到給魚拿聖盾 強很多 最後一骰 因為打死亡所以 我這邊最後決定買蘇檔 可是蘇檔會讓這整個擺位變得很 有點複雜 我最後是把蘇檔擺在鬼母前面 如果沒記錯的話 因為主要還是希望蘇檔的Token都先掛掉 然後這樣子鬼母就比較不問之 一般的問題是假如你蘇檔擺在後面的話 那Token身在後面 Token會最後攻擊 所以導致Token就一直在那邊卡 把格子卡住 所以這邊是希望 能夠先把那些格子給 給釋放出來 然後當然也打到一些 輕聖盾的效果 不過 對手那兩隻好像沒有聖盾 還是已經清掉一個聖盾 基本上就是 玩鬼母靠賽 如果要我直接講的話 到後面就是玩鬼母靠賽 然後 靠這張毒魚來 製造幾隻 基本上 然後這邊金字塔被另外一家打爆了 我完全看不出來它是什麼啦 不過它是兩個海盜 所以我就想說它可能有一些大東西 而且一般來說 毒打海盜都還不錯喔 然後這邊就抓甩 想說搞不好有機會有金甩 我在想不知道抓這個 戰鬥大師 因為有時候金戰鬥大師可以帶來一些奇蹟 然後我在想如果還有一輪的話 我就應該要抓金戰鬥大師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比較防 海盜的擺位 不過我們 最後會發現它 真的只有兩個海盜而已 它是一個 光牙絕晶陣 超級強 它好像也只有 它是金光牙是不是 忘記看它是不是金光牙 不過就是它 絕金超大 完全沒救 要更多毒啦 更多毒可能有救 讚 結果如果有更多血量 我們搞不好可以再慢慢轉成毒魚 不知道有一點機會 如果沒有更多血量 就是一個金鬼母第二 甩棍奇蹟 金鬼母第二之類的 讚 謝謝大家收看 這個 八千三家第二名 還在打比賽 所以策略會有所不同 如果讓人也有多好轉 我可以再用幾個水 來吧 我可以再用幾個水 太膽了 每個水